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夏税务栏目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请到税务局的Claudia 来与我们分享一下海外收入的税务问题 那么感谢你再次到来,Claudia 谢谢你,Abby 那么怎样知道海外收入要在澳洲缴税呢? 那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你的居民身份 那一般来说,如果你是澳洲的税务居民的话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收入都必须在澳洲缴税 那根据个人的情况,你可能是澳洲的税务公民 而不是澳洲公民或者是移民到这边的永久居民 比方说,如果你在这里留学,你的课程超过了6个月 或者你在澳洲探亲或者居住超过了6个月 并且和当地的社区有联络 那这些都可能构成你是澳洲的税务公民 那么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是澳洲税务居民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在我们的澳洲税务局的网站上面有一个英文的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可以帮助你来确定你是不是澳洲的税务公民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情况和网上的一些普遍情况是不是有类似 那么有哪些例子是海外收入的澳洲税务居民需要承报在报表上的呢? 比方说如果你有海外银行的收入 海外投资的收入 海外工资的收入 或说在中国房地产租金的收入 或说在房屋上面所出售得到的增值收入 那这些海外收入呢作为澳洲的税务公民呢 也是必须要承报在税表上面的 那么这些包括在海外银行的利息吗? 是的如果你拥有账户在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所获得的利息呢是需要申报在你的澳洲税单上面的 那这里要注意有一些国家呢是不需要你申报海外利息的 但是在澳洲澳洲的税务局是需要你申报这一项收入的 那么如果这些海外收入已经在国外纳过税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为了避免双重收税呢 如果你在国外已经缴了税收的话 那你在澳洲做你的税单的时候呢可以申请海外收入回扣这一项 那么是否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呢? 当然可以 比如说Send和他的家庭一起移民到了澳洲 他没有取消在中国银行的账户 然后并且呢在中国的房产也继续有租金 年证财度结束的时候 Send就去请教他的税务代理Sendra 并且告知Sendra 他在国内是有海外收入和租金收入的 并且还有房地产 那这样一来呢 Sendra就会把Send 他在海外的租金收入和银行利息收入都放在他的税单里面 Send海外租金在中国已经缴过税 那么根据中国和澳洲的协议呢 这一项他们在澳洲是可以得到海外收入回扣的 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们犯错了 他们忘记了承报自己的海外收入 那该怎么办呢?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和结果如何 Jenny是一位住在香港的澳洲公司的总裁 澳洲的运作呢尚未开始 Jenny决定向香港的股公司购买他们的股票 那Jenny呢也经常会在香港行走 所以她决定在香港开一个香港的账户 并且得到她的股息 这股息呢让Jenny可以用来平时旅游用的 当她每次去香港的时候 当Jenny申报她的税务报表的时候 她错误的没有把这个股息放在她的税务报表里面 因为她不太熟悉这个法规 这是她第一次海外收入 那到年尾的时候 Jenny在各大媒体上面看到一些讯息 关于税务局针对海外收入和海外股息的讯息 她发现自己犯了错 所以她马上就和税务局联络 并且告知她所犯的错误 然后呢也申请马上修改她的税务报表 那当Jenny向税务局解释她所犯的错误呢 税务局就决定免出她所有的罚款 只需要她交纳那一部分持交的股息收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运作 那么作为海外居民 他们的税又应该怎么样呢 海外居民一般来说 只需要为他们在澳洲的收入缴税 比如说如果他们在澳洲工作或者投资得到一些收入 其他收入比如说利息 税前分红和特权使用费的话 那作为海外居民你必须向你的金融机构讲清楚你的身份 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正确的从款项里面帮你扣税 那么我们是要以澳币来申报海外收入吗 是的你必须把你的海外收入可扣减的部分和海外收入税 换成澳币在你的税单上面结算 那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 你可以用当天的汇率或者用平均汇率 那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ato.gov.au forward slash international tax 看一些关于如何转换汇率的信息 那如果你需要一些中文的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ato.gov.au forward slash Chinese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Claudia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税务栏目 与我们分享关于海外收入的资讯以及税法 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税务局的资讯 应该怎么办呢 那欢迎观众朋友 播打我们的税务热线132861 那如果你的英文不太好 需要传译服务的话 那可以播到我们的传译电话131450 那谢谢你们再次邀请我来 谢谢艾比 谢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